韩国宣布扩大防空识别区 美日都表示支持 那么应该如何来看待美日对于韩国此举的反应 我们知道他搞了62年的防空识别区 他都没有扩大 那么现在扩大了 显然就是针对中国的指向性比较明显 那么这就造成了中韩之间新的矛盾 由于中韩形成一个新的矛盾 显然这个正中日本之下怀 这就是日本为什么 韩国的航空识别区扩大 而且扩大了同日本防空识别区的 这个重叠部分 那么日本也能忍了 而且还能乐观其成 这个恰恰就反映了日本图谋 看到韩中矛盾进一步升级 来转移自己的压力 乐见韩中打起来 这个三角关系就形成了 而美国在这个里面呢 是乐见韩国冲在前面 来反对中国的航空识别区 因为韩国扩展航空识别区 明显有针对中国的意图 这个也是美国乐见的 但是美国跟日本的立场又不一样 日本认为韩中把这个火烧得越棒越好 恨不得你们两家打起来才好 但是美国呢是认为 韩中保持紧张关系可以 但是这个紧张关系不要擦枪走火 导致紧张局势失控 但是从韩中两国而言呢 双方都知道 因为这一个事件影响两边 两国关系的大局 这个对谁都不利 所以我相信韩中这个问题的矛盾 基本上能在可控范围之内 通过沟通和对话来解决 嗯